像这样一包包的台糖砂糖 你我可能都很熟悉 但现在却传出 由台糖捐助成立的糖业协会 被爆出私吞共产 2000年糖业协会理事长张友慧 更改捐助张成 私吞日治息期留下的公有财产 总金额上看百亿 他立即的召开董事会 那么自行修改张成 将原来官派的董事长 改为自行派任 那么来推举了张友慧担任董事长 国家的财产 那么据为财团法人私有 历经16年诉讼 法院判决冻结糖协账户 但立委之一早在1月 就取得相关文件 却选在总统大选后 清查资产 怀疑马政府暗中包庇 出估30亿的资产 那现在点交国内的财产 有277亿 这次点交是国内的资产 但是五字基金会 其实在海外也有投资 身穿西装 他就是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 任期内被爆出 贱卖土地 被判入狱服刑 9个月也让台糖 蒙上一层阴影 比较糖协近20年资产 招呼现金从1.4亿缩水 剩下2000万 但受惠地价上涨 台湾加上海外土地资产 2016年资产总值上看 277.4亿 是不是无条件的教诲 才能够让我们觉得说 政府有尽到看守 国家财产的责任 将工产无轨搬运 变成私产 五字基金会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四吞工产八年来马政府却毫无作为 引发外界痛批 也让糖协的庞大资产 再度浮上台面 东森产新闻 学传雄超台北报道 孔雄超台北报道 十万五十八年来马政府却毫无论 小白 ton 流传雄超台北报道 高智产新闻 若好考慮 六十八年来马政府 小学院